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和三間蘋果日報公司涉嫌串謀勾結外國勢力案 踏入第68日的審訊 今天繼續由辯方向重返證人、法律助理陳子華作盤問 趨吉避兇是人之本性 今天在庭上辯方盤問陳子華時 陳子華確認曾協助李宇軒安排安全屋和離開香港 其後辯方在法庭上告展示在2021年5月7日 由陳子華的律師團隊寫給律政司的信件 內容大概是 如果我們的當事人承認控罪一串謀勾結外國勢力 並且在未來相關案件內成為控方證人或協助控方 控方是否會考慮撤銷或終止控罪呢 第二協助罪犯罪 而律政司同意陳子華一方的建議 協助罪犯罪獲全黨法庭 當中有趣的是兩條控罪 控罪一串謀勾結外國勢力 最高刑罰可被判終身監禁 而控罪二協助罪犯罪 最高刑罰可被判監禁十年 人的天性是希望將傷害降到最低 最高刑罰分別可被判終身監禁 或被判監禁十年 如果減少傷害 相信大家都會有精明的選擇 但為何偏偏陳子華要反其道而行呢 今天在庭上 陳子華指出黎智英曾經向他發送 聲稱是美國政府的機密訊息 更加重申訊息是非常機密的 不要和其他人分享 而陳子華作為重干團隊的骨幹成員 為了組織和黎智英聯繫 和他深深勾結在一起 藉著黎智英獲得美國政府的內部消息 和他在美國和其他地方的政治人物 協助團隊推動所謂的制裁 明顯知道黎智英勾結外國勢力 是最正確鑿、最窄難逃 黎智英為了打壓特區香港 刻意迎合西方 陳子華在庭上作弓 指曾經和黎智英會面過六次 陳子華指會面時 黎智英說他支持勇武 但他需要迎合西方 去獲得國際上的支持 其後 陳子華又收到黎智英的指示 要求重干團隊繼續進行國際文宣 和遊說的工作 綜合以上 黎智英可以隨意向重干團隊下達指令 我們也可以看到黎智英和重干團隊 串謀勾結外國勢力一案裡 黎智英的主導地位 辯方盤問陳子華的方式 不公 今天在法庭上 辯方就陳子華的口供 和與警方的錄影會面內容進行盤問 向陳子華提出一連串問題 要求陳子華回答 陳子華說要看回相關紀錄時候 未於理回 繼續盤問 法官指出辯方盤問陳子華的方式 並不公平 因為陳子華的口供和警方的錄影會面 是在2021年作出的 但辯方在沒有提供口供或錄影會面紀錄 比陳子華的情況之下進行盤問 極為不妥 會不會是因為他不想陳子華記得當時的事 又或者是他覺得正好了 陳子華過了這麼久 他都不知道或是不記得當時曾發生過什麼事 希望他隨便作答 不知道會不會呢 這個個人小小的看法 先作一作小總結 陳子華今天作公明顯看到黎智英 在串謀勾結外國勢力案中的主導地位 而陳子華也深深明白到 黎智英的罪責是難逃的 所以才決定以認串謀勾結外國勢力罪 和成為重返證人為條件 來換取另一條刑罰較輕的控罪在法庭傳統 另外辯方的盤問手法也令人嘆為觀止 盤問證人三年前所作的證供 但是不提供相關的紀錄 反而要求證人強行回憶 但是辯方的公平這個所謂盤問手法 相信大家知道是否公平 大家心裡有數 今天節目時間到此為止 多謝大家收看 拜拜